为了里内的卫生环境 新庄中信里成立了属于自己的环保志工队 许多里民都主动的报名参加 而里长为了让大家更有荣誉心跟进取心 还主动的报名这个环保局的竞赛活动 为了里内的卫生环境中信里成立了属于自己的环保志工 而这群志工的组成不同于林里长的加入 更多的是在大家号召下自己主动报名的里民 今年特地成立环保志工 是希望说我们里内可以来做里内打扫的时候 或者是做清洁日的时候 都可以有志工的一些人员 可以帮我们里内来做一些打扫环境 或者是其他的需要帮忙的地方 都可以由我们这些志工出来帮忙 打扫重点不万乎是里内向道死角 而刚组成没多久 里长为了让大家更有荣誉心以及进取心 也主动报名参与环保局竞赛活动 一次报名三项 这一次呢刚好这个志工团队就要成立 那当然也希望说可以让他们有增加一些荣誉感吧 或者是一些他们的成就感 那我打算就是说在今年也要报名我们那个市政府的环保志工的团队 那要去上课 然后做一些实习之类的活动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上完课之后 那就可以拿到所谓的志工证 那因为我第一次参加 所以我今年就报了三项 三项大概是以公厕 公厕打扫一项 然后向道的打扫一项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环保推广为一项 对总共有这个三个项目 林长表示虽然希望得奖带了解第一次报名 而且才刚成军的志工队 大家都还有进步的空间 可若是此次参加就有好成绩 这也是对志工们最佳的鼓励 不管如何环保志工成立的目的 是以维护环境为主 奖项的加持是附加的光环 大家会尽力做好本分 记得新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